复直肌的放松 首先大家需要看一下解剖图谱 知道复直肌的位置 复直肌非常长 它是从门内供下缘 其实是从胸骨溅突就开始 一直往下 一直延续到尺骨联合处 我们在放松的时候 需要把这一整条都做一个逐步放松 首先我们需要躺在瑜伽垫上 然后自然屈膝 双手从起点处 也就是胸骨溅突靠下这个地方 做一个暗柔 然后这个暗柔缓慢往下走 顺着腐直肌的边缘 一直往下走 走到尺骨联合处 然后到下面以后 到最下端以后再继续往上 回到刚才的起始位置 动作力度可以相对大一点 在你自己疼痛能承受的范围内 尽量的增大这个按压力度 以及一个部位的停留时间 腐直肌的两侧 我们都需要做拉伸 腐直肌的两侧 我们都需要做放松 但是左右两边要分开做 先做完整个左侧的放松 然后再去做整个右侧的放松 每一侧大概需要时间两分钟 OK